大家好 星期月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13日 星期一 第二階段的5000元消费券 将会在8月7日起 分期发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 没有计划转用储值支付平台的市民 不需要重新登记 新符合资格的市民 以及想转用其他平台的市民 可以在下星期四开始 为期一个月 当局会设立临时服务中心 有专人协助长者等没办法上网的人士登记 陈茂波就说 第二阶段的消费券计划 将会扩展受惠范围 受惠范围是涵盖有条件或资格 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人士 包括经由不同计划来港的专才 企业家和声害人士 他们将会获派半额的消费券 这里要特别留意了 至于永久离港 或者有意图永久离港的人士 如果在2019年6月18日去到今年6月12日期间 陈茂波 陈茂波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用612这个字眼 没有特别原因 长期不在香港的话 他会被视为不合资格领取新一期消费券 当局考虑的因素包括 包括相关人士是否申请提早在65岁之前提取强积金户口利益等 我怕你们听不明白 其实就是说2019年6月 去到今年的6月期间 你不在香港 就拿不到 应该就是这样的意思 以我的理解 是不是 我想这件事可能大家都听过了 其实都炒得很大件事的 有个女孩子被人上网上被估计 网上流传疑似同党欺凌女童事件 片中一名女童跪在唐楼天台 被几个少男少女连环掌刮 至少刮了21巴 其间有少女质问 是不是很专门啊 真的还敢回香港 有网民就说 恐怖啊 瘋了 你都未見過世界 這些是恐怖之事 你真是小孩子 據了解 受害女童年僅12歲 前天11號 在荃灣被五個女子欺凌 在12號就報警了 了解一下就發現了這件事 我現在講案情 事發在11號 荃灣三波方一個堂樓的天台 大約五個女子涉嫌用手掌握一個12歲的女童 今晨女童父親發現女童不開心 即是11號的早上 追問原因下揭發這件事大為震驚 並在今日黃昏帶同女童 前往元朗警署報案及錄口供 警方回覆說女事主12歲面受傷 警方在11號下午5時25分接獲事主的父親報案 說他在荃灣聯人街 荃灣聯人街20號 去到22號一個天台 遺移給五個中國籍女童用手襲擊 案件集裂 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 交由荃灣警區CID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藍網順片段可見 一個白色穿白衣和黑外套的女生跪在底下 脫下口罩被四五個少女和男性包圍 一名黑色短裙少女就問 她不斷用普通話質問白衣少女 白衣少女回應我什麼都沒有說過 黑色短裙 即是事主就說我什麼都沒有說 黑色短裙女就問她 還打她 就說 你是不是有說過壞話 你一時在英國一時在美國一時在深圳 但我現在短裙女之後連續刮了她七八 並罵她是不是囂張呀 打我呀 另一條短婦女再接力刮白衣少女 旁邊的人朋友就說不夠爽 我屌你了 阿妹你真是 你真是很頑皮 我應該要幫到你 你聯絡我呀 你想辦法聯絡我 要說說有個朋友想聯絡我 我想你上星期二得到Facebook 我想你去聯絡 那裏有聯絡方法的 你去聯絡他 你去找他找結仔 即是上Facebook找結仔 你找到我的了 如果你通知我了 多謝你 麻煩你 今天想說多一點本地的新聞 因為今天很多死人臨漏 今天11點29分 江德道41號聯邦花園倫敦國發生奪命工業以外 一艘吊船在二十多層高就墮下 兩個工人除吊船墮地雙重死亡 現場所見外場系著吊船的鋼纜團裂 吊船墮地 爛如廢鐵 一分為二 嘩 警員在天台調查 發現一組吊架彎曲及鑑鋼纜裂開 勞工處都派完調查 嘩 今天死了兩個工人真是淒涼 最後說說謝影雪 謝影雪確診退出印尼公開賽 香港羽毛球選手謝影雪正在印尼參加連串的賽事 但是他中了COVEN 他宣布退出印尼公開賽 上星期的印尼大師賽已經爆出多名球手食物中毒 由於酒店的衛生情況堪餘 港隊選擇外出用餐 無奈就因此染疫 即是酒店的食物中毒 你出去就用COVEN 你選擇食物中毒還是COVEN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謝影雪今天在社交網站就說 他就說 由於多支隊伍在酒店用餐後食物中毒 所以港隊選擇到酒店附近商場用餐 每處外出都有戴口罩 吃飯前都做足消毒步驟 之後教練及隊友陸續肚射及發燒 他則於大蔬菜八強開始前喉嚨痛 肌肉酸痛肚痛 當時立即快速檢測未有確診 亦覺得自己開始腸胃炎 但休息幾天及食藥後 依然持續低消 此後再做快測時就確診了 就很簡單了 中了COVEN 總之我們香港的羽毛球手中了COVEN 就立即就沒有辦法 你想想你酒店印尼嗎 那我中COVEN 那些很可怕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A、B 聽眾問你一個問題 A 你想食物中毒 B 你想中COVEN Omicron 不是很厲害的那些病毒 你在下面留言答我 如果一定要選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都不想中 答A 就是食物中毒 B 就是中Omicron 那回答我吧 好嗎 一定要選一件 記得按LIKE 為什麼說我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 分享訂閱那支頻道 愈快贊助 Hink 謝謝 再見